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荐任何股票 我所讲的股票说我会员 手中的股票各位观众各位不特定人 不要去买卖会员的股票 我的所有的会员 同样都只有一档股票 它叫8478的东哥游艇 所有人的成本都在58块4毛以下 我每天都在重复讲一遍 因为如果不这样每天讲一遍 我说有一天当东哥游艇 可能好 三位数的时候 三位数现在是58嘛 如果三位数的时候 那可能 有很多人 难道也跑去买了 难道又赔钱了 难道又开始骂谢明清 谢老师了 要求啊 8块块的东哥游艇就说好 那我再请问你 我每天都在这里 告诉你提醒你 我会员的成本58.4 而且我们是从8月份 大买 9月25号 初清 初清不是没股票 是把钱都收回来 赚的就是零成本的东哥游艇 好 看一遍 72.5跟707 那为什么要卖 725 707为什么要卖 9月25 好 到了11月9号 你看到11月9号 他季报的时候提列 美国子公司一次性的损失 一次性把它提列 因为美国游艇制造成本太高 把它关闭掉 转型为贸易公司 再强调一遍 叫一次性提列 也就未来 就几乎不会有损失了 好 那总共4.32 赔4.32 去减掉前半年的2.49 应该是1.83 可是为什么前三季只赔0.77 因为第三季他赚1.06 赚1.06 好 10月份的营收2.78亿 比去年成长288个person 那11 12月份 你认为呢 我只告诉你他现在产能是满线 也就是你要跟他订船 要到20 23年他才会接单 那代表什么 代表营收如果会创新高 也刚刚好而已 所以来 为什么利空下来我们要买 好 11月10号 你看到的11月9号利空 好 11月10号下来真的跌挺 我只告诉你我买跌挺 我说前市场没有人在买跌挺的啦 只有先民轻 因为前市场都追涨停 追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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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行李堂儿者 追涨停很好看嘛 你看涨停大家都会买了啊 买到没买到你家的事 反正就涨停嘛 很好做生意啊 对不对 你要涨停 来先看这里 这一档股票涨停 这一档股票涨停哦 你看 总量才432张 有9,475张要买 好 等一下我再来讲涨停 好 那我为什么东哥有跌挺要买 为什么 我们讲结论嘛 来 572 而且我的成本是584 好 今天63块 我也跟昨天跟你讲过嘛 他如果只到64点4 今天果然真的来到64点4 我们就是赚10个person 当然现在没有啦 收盘63块不到10个person 好 那我为什么这么坚持 我一定要让我的会员买得到嘛 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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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得到嘛 所以我每天必须讲我会员手中的股票 叫8478 东哥游艇嘛 你觉得没有办法看到 头裤老师是在讲他会员手上的股票 头裤老师不是啊 头裤老师在讲今天涨停的股票 他要用这种涨停来吸引你入会 可是我下面就是讲我会员的股票 因为我的会员他有缴钱 买电视节目 这个电视节目是我会员用钱买的 所以我就讲他手上的股票 他没有的 实质涨停又怎么样嘛 好 那为什么买东哥游艇 好 我们再看一遍这档股票 这档依华我也讲过 包括昨天我也讲过嘛 我说这档股票你们要涨停很简单啊 今天不是涨停嘛 那个是啊 要涨停简单啊 可是你要想说他会涨停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原因啊 来你看 他几只涨停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五只涨停 那我昨天有分析给你听嘛 你们看到的 他叫仪华 做的叫什么 纺织业嘛 14 1456纺织业 什么成品布啦 棉纱毛纱染料 棉花呸布 你看到的资料 你认为是真的吗 我告诉他 这不是他本业嘛 他的本业是银件嘛 我说银件有一栋啊 伊朗盖了好几棋啊 好像是叫华里翁后 什么有一个西洋的名字啊 第几棋啊 包括祖北很多地方都盖房子啊 然后你看他基本面 你看他基本面是赔钱的啊 营收有特别好吗 没有啊 股价先涨啊 我说股价一定会先涨 好 那你们看不到的 你不知道吗 最少你看得到的 你知道的 我告诉你 好 这仪华 来仪华 1456的仪华 这叫董坚持股 好 你看到的好吗 这董坚持股 好 往下看 他的股本就是9.3亿 所以是93720张 你刚刚看到的董坚持股 占了77754张 董坚持股占了82.96 外面只有一万六千多张 所以你看 他 你看 他涨停手了9千多张 包括 还没 包括还没收盘的时候 有一个叫市价嘛 加一加有一万三四千张 我说市场没有那么多啊 他这样挂 你请问市场有这么多张吗 市场是没有这种股票的 就没有 大家都没有啊 全部在大股东手上啊 比如说他要几只涨停啊 他要五只 他要十只都会涨停啊 再看一遍 外面市场上才一万多张 大股东就占了将近83% 都在这里 好 那总经理叫黄士豪 对不对 黄士豪其实不是 黄士豪是董事长的儿子啊 来 黄士豪是董事长的儿子 董事长在这里啊 叫黄文成 好包括最近的 这个欧茂中他也是 这叫车类联盟啊 还有包括 这个名字你会觉得蛮熟的 我 有时候不能讲太多了 我只告诉你 有些股票 你知道喔 我们不能叫人买了 我们知道他的股票 我昨天讲过嘛 那车党啊 我昨天不是讲啊 你要涨停 今天第二只涨停啊 咱也知道要涨停啊 那就是不能叫人家买 为什么 你要买得到嘛 你要买得到嘛 买得到是你要买在起涨点嘛 不是涨五支涨十支的 你去买嘛 好 所以为什么 我说我买东哥游停 我就要你们买跌停啊 好 那你再看一遍喔 今天的 来 宜华 一支 两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五支涨停 我常常讲一句话嘛 对不对 股票没有人买 你跟他买一张 他就涨停 今天你看到嘛 来 有人要卖吗 就是没有股票嘛 昨天涨停版 第三 第四支 142张 今天第五支 432张 这里有9400多张要买 股票没有人要卖 你跟他买一张 他就涨停给你看啊 股票如果没有人要买 你跟他卖一张 他就涨停给你看 我刚刚在讲 股票其实基本面 基本面几天 一天 所以你们有很多人很喜欢 听那些投顾分析师在那边扯 扯烂路啊 在那边唬烂啊 讲基本面 讲基本面 只要讲一天 为什么 每个月营收就是一天而已嘛 不是吗 筹码是29天啊 再讲一遍 股票要涨 基本面只有一天 一个月只有一天啊 营收啊 再来呢 29天呢 筹码嘛 在谁手上嘛 不然来来来来 我们来看洪海好了 洪海总共有13862980张 你看到的时候大股东包括 前董事长包括郭台铭 把他全部加一加 董监持股23个person 才321万张 结果 洪海发行1386万张 外面市场有1000万张的洪海 有很多人发现一辈子 買洪海买到现在才发现说 我不是说你赔钱喔 你连赚比行情好一点的钱都没有 你如果去买台积电还好嘛 我常常在讲 我同学啊很多高阶的 银行的经理啊 高阶的银行的主管啊 还医生啊 退休的 每次来问我 我都跟他讲台积电 反正你们看到我 我任何人都跟他讲台积电 可是那些人都去买洪海 因为我本来以为他们很聪明啊 他们应该会买台积电啊 结果他们只会读书 特级都逼花狗 做医生逼花狗啊 做银行的副总逼花狗啊 特级都逼花狗啊 对不对 可是在股票市场里面 跟白痴一样 每次问我都是台积电 每次问我都是台积电 可是他们全部都是买洪海 一二十点过来 洪海有讨吗 不要问我问你啊 为什么 在看里面 外面有一千万张啊 外面有一千万张 大股东才三百多张啊 还在蔡奇亚 台积一毛洪海 在蔡奇亚 那支援回收一毛洪海 你看他有台积电也没有 好 那我为什么拿这里可以看 好我们来看东哥游艇 来 东哥游艇跟 跟乙法未来会不会 比照乙法这样涨 你看这样子哦 他这里是 乙法这里1.75 提到9.41 你这段时间你会干嘛 我说这段时间你会干嘛 那段时间跟你没关系 你也不会看 你也不知道 可是来 当他一支 两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你就看到了啊 任何人都看到了啊 对不对 就像现在东哥游艇 他这里77 然后545 打下来 打下来我给你看嘛 他跌艇嘛 对不对 来 跌艇啊 都没有人看啊 这段时间都没有人看啊 对不对 好 那他 乙法在这里 乙法在这里啊 乙法在这里啊 那东哥游艇跟乙法有什么关系 来我们来看 这叫东哥游艇 各位 你看到的他叫董坚持股 然后呢 东哥游艇总共是9亿多的股本 所以他有90886张 这里所有把它加一加 就是74000多张 也就是市场上 他一样 跟乙法一样 在市场上 在市场上 几乎也没几张 几乎也没几张 那有很多人讲 他也没有涨 我问你好了 我问你好了 如果你是外资 你手上没有 你为什么要让它涨 要吃百仙可以 请问 你如果收得不够的时候 你会去买 假设 假设 假设外资要买一档股票 假设外资要买他3000张 他手上只有200张 你告诉我 他会让他涨五支吗 你娘做外资就可以了 你娘外资的操盘 你可以让他叫他 你买200张 春天2800张叫他 每天都给他涨涨 用2800张去涨 你娘一定跟你说 我敢是你洗 白人人洗的 对不对 你娘娘说 我敢是几个他老白洗的 你跟我说 200张而已 叫我去五支藏庭 我还要三千张呢 那懂我意思吗 我看今天 这是这个月 好 11月2号到今天 外资年续两天 那他为什么不急着拉 等自营商出来 自营商已经没了 自营商剩五张 投信剩三张 是不是等他们出来 你看 自营商这个月卖了139张 投信只有三张 投信没有买 那外资呢 这个月总共买168张 单单是这两天买的 有时候很不想教各位 什么叫筹码 为什么 你如果看会晚的这些分析师 每天都是在讲基本面 基本面只有一天嘛 我问你啦 初一到月底 这家公司的基本面会改变吗 我问你这样就好了 初一到月底 这间公司的基本面会不会改变 不会啊 那会能改变是什么 从初一到月底 每天讲不一样的股票给你听 我就觉得 哦 你真好啊 10天要落 高标的基本面 你都有听到啊 从初一讲到月底 讲不同的股票 可是我们只做一档啊 你的资金可以买30档吗 买20档吗 你有那么多资金吗 我再强调一遍 我说我因为每次喔 每次都是张 从来没有例外过 我说当我开始在 请我的会员 买股票的时候 便宜的时候 底部的时候 欧买的时候 收不到会员 我常常在讲 就像最近的嘛 3630新巨客一样 30几块没有会员 我两三个收不到会员 那时候三四十块 那到一百多的时候 我们再出的时候 大家都跑来了 然后我出的时候 有人来参加 出了以后来参加 那参加 那已经高点了 高点 我们就要出还不出了 然后到时候就 老师你害我 我哪有害你啦 三十几块你不想买 百几块我们在买啊 你来参加我给会员 我说你去出还不出 你说我给你害 我说东哥有点以后 又会再重一次 重来一次 每次都是这样 再看一遍 第一天版的东哥游艇 我们成本五十八点四 我收不到会员 每天啦 每个月来 这个月我就赔掉一步嘛 这台啊 顾客捧现金秒杀游艇 一百五十七万 我这个月几乎就是赔了一步游艇 为什么没有收到会员 一两个啊 然后这个月的 这艘游艇的钱我先付啦 这游艇你们开了嘛 对不对 可能一两个月以后 四五台游艇都走进来 四老师我游艇送你 我不愿意这样子嘛 我逻辑是 我要让我的会员赚到钱 每次都是 有的时候都是老会员赚了很多 那新月的人来一下 那倒不住三天五天 我就等那 就发牢骚 然后一两个礼拜以后 你又转了 转了就转了 有什么办法 你们现在要臭热闹啊 做锅皮是在做炭籍的 不是在臭热闹 不是在跑龙套的 来看一遍喔 我说这个给各位看 然后我还是用这一张 因为我这一张 它是个 它是经典啊 来 和泰车767做汽车的 巨大脚踏车 做脚踏车334 东哥游艇这里94块 和泰车767跟同一个时间 东哥游艇94的时候 它已经过了涨不到几倍 巨大一样 东哥游艇94块的这个价位 巨大也不知涨了几倍 可是东哥游艇 它的94块还没过 我一定要用这个 很经典的教材 给各位看 为什么 因为我都可以看到未来 当我在超前步驶的时候 没有人理我 可是当有一天譬如说 假设有一天 东哥游艇100多的时候 我告诉你啦 大家都来了 可是因为我不会改变 我怎么知道它会涨到哪里 它如果300多就不涨了 或700多就不涨了 或100多就不涨了 那你100多以后 你来 你在94块以后 来参加我会 我还是要收啊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 好 那下一段我们再来讲 新贵股的 应该讲说 这个盘是在这里 来我们看 看这边 生意股又是不是很强 比电子强啊 尤其下个礼拜一 注意听我先讲一遍 下个礼拜一 MSCI要解算 对齁 所以你看今天外资是卖超 为什么 它就会等啊 等下个礼拜一 等到最后的时候 MSCI 权重调降尾盘 可能会急刹 大家再来接就好了啊 大家的逻辑都那样子啊 所以生意股就会串上来啊 好等一下我们来讲生意股 新贵股不推荐喔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先吃吃看 我先吃吃吃看 我先吃吃看 那我先吃看 我先吃看 我先吃吃看 有点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有论述到新贵股 尤其是免疫细胞 那些新贵股长得稳大 我们不推介 可是我还是要讲 我讲免疫细胞 不是为了收会员 我说将心比心 来 我们看这里 这是一个文章 那这是一个美国的妈妈说的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只要能多活两三个月 只想亲眼看到 儿子从高中毕业 这是一个罹患癌症的母亲 对着德州 德州大学安德森炎症中心 然后跟这位先生讲 跟医生 那医生给这个母亲一服 叫做免疫细胞 给她服药 那十年后这个母亲 仍然还活着 还活着 好 那给各位看 各位 这是立委的女儿 好 那她同步接受免疫疗法 结果呢 当然好了 癌症只是剩下零 当时她写给儿女的遗书 就是她写给她小儿女 都很小 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 相信都是神做的决定 不要难过 虽然你们看不到妈妈 妈妈会在天上保佑 看护着你们 不管白天黑夜都在你们身边 姐姐要照顾弟弟 弟弟长大后要好好保护姐姐 爸爸会一直在你们身边 希望你们永远幸福快乐 妈妈好爱你们 下辈子我们还要当一家人 也就是疑天的女儿 她经过了癌症 然后癌症指数降低 那生小孩又再复发 所以为什么我不断地在讲免疫细胞 来 我们看这里 癌症将成为慢性疾病 肿瘤不会完全消失 但可用免疫细胞的方法控制 也就是未来的癌症 可能就像糖尿病心脏病一样 成为一种慢性病而已 因为以前的用什么外科手术化疗 放疗都是从外去除掉肿瘤细胞 而免疫疗是应用在人体的免疫细胞 去供给癌细胞 那这种方法未来就是所有 免疫细胞是未来全新致癌的准则 你看台湾是慢慢在降低 我为什么要告诉各位这个 免疫细胞我讲 已经这个月已经第19个月了 如果未来要收肺炎 我讲它干嘛 因为收不到肺炎 可是我给各位了解就是 因为我多么期待 它有一天会是股王 来看这里 它跟6712跟6762 达雅也是生计股 同一个时间10月20号通过挂牌 通过申请挂牌 然后我们来看达雅 IPO要270 11月26号 然后这个月它又更改了 它的挂牌要296.8 这叫生意的股王 来我们看电脑 也不过今天才318块 好 那长盛呢 长盛11月4号公告它150要挂牌 好那我们看 达雅336公告要挂牌是336 今天才318 好长盛公告要挂牌是208 今天呢 我们看671的长盛 今天是187.5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说如果你看3天5天 这种生意股 你可能会觉得很缓 不要说3天5天 你看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 你如果看到这种股票 看一个礼拜看一个月 觉得不去啊 可是如果是长线的眼光来看 我只讲一句话嘛 请问这些医生啊 难道会比电子公司的人头脑不好吗 电子公司这些电子公司老板 每一个都好几十亿 好几百亿 那为什么这些医生 这些医疗人员 每天都是领个死薪水 苦哈哈哈哈的 为什么 人嘛 人者之心嘛 人嘛 台湾最优秀的是当医生 不是这些电子的啦 这些电子的不是最优秀的 好不好 你儿子去考 你医生考得上吗 搞不好 随便阿妈妈的那种电子科都考得上 电子科太多了啦 要做电子很容易啊 那这些为什么不要钱 不是不要钱啊 只是台湾人没有办法去理解 没有办法给他该有的本利比 你看 我再看一遍 股王 生意股的股王才318 而且在新贵 我多不希望有一天他会是股王 为什么 门槛 人家已经烧掉了几十亿了 钱已经烧掉了多少 这才重点 你要不要烧 电子公司不要烧钱啊 所以长做新贵股的 尤其这种 未来有可能是股王的操作的人 打电话 没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